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加油 还麻烦大外甥亲自给我来送邮件 我这个当舅舅的可真是担当不起啊 我也是顺便过来 舅 最近怎么没看见那个叫贝兰婷的老外啊 前几天回加拿大了 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随便问问 我听说 震辉公司最近签下一个很大的订单 但收到很少的订金 他们就不怕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你都看出问题来了 不过我提醒你啊 明镜会是江家的死对头 人家死活跟咱们没关系 是啊 我也就这么一说 但愿舅能把重心放在公司的建设上 千万不要节外生枝了 不是 你什么意思 我听这话里有话呀 你要是对老舅有什么意见 就当面说出来 别藏在心里 我现在哪有资格跟舅舅对话呀 我只是觉得 你的手身有点太长了 到时候别叛逃没偷城 去把自己给砸了 我走了 小王八蛋 你来了 怎么了 看起来这么疲惫 为了落实这个外销合同 我一晚上在做计划 累死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说了你就先在家休息 不用过来了 对了 小杰还在生你的气啊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野 这句话的含义 我算是多少一点心得了 这种话你也挂在嘴边 你不怕我打你的小报告吗 你打我小报告 你迟早有一天 碰到这样的状况 我告诉你 别说这些了 我告诉你啊 老辈的定金 已经打到咱们账上了 所以你可千万别再小看小节了 我总觉得这个事情 进行得太顺利了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 谁会拿钱开玩笑 再说了 市区领导明天就来咱们公司 现场办公 而且还点名要见你 到时候无论你多忙 一定要过来一趟 好 那你能不能借机提一提 那笔专项扶持资金 到时候看情况吧 你看吧 一说到这个问题 你就抵辑了 走啦 哪有的事 海 海妹 你说咱们这面积 一下子扩得那么大 种那么多有机菜 有销路吗 有 销路是不成问题的 海妹 你能不能悄悄的给七婶透个点 让我这心里有个准备 好下个决心 七婶 咱们公司的确有大宗的外销订单 只要大家能做出好菜来 咱们就等着回家赎钱吧 那就卯足见干呗 有海妹这句话垫底 七婶我可就豁出去了 你们看 这一颗颗的菜 可就是一张一张的人民币 可不是吧 我们回来了 我正要找你呢 你们去的那几个村子 进展怎么样 菜主都种下去了 现在就等收成了 太好了 等这批有机蔬菜种出来 咱们就有大把的银子了 林总 到时候你是不是应该 给我们一个大红包啊 那还用说吗 你不是天天做梦 娶媳妇吗 怎么收到红包 媳妇都不要了 媳妇哪有现金实在 各位 我向你们保证 等蔬菜一出来 每个人都有大红包 到时候呢 你们该嫁的嫁 该取的取 所有的好事一并办 明珍走 我找你有事 走吧 什么事啊 来 我跟你说啊 雨昕啊 最近怎么样 我啊 还不如你在的时候舒服 特别无聊 怎么会呢 听说西林景区 都变成海边别墅了 那是他们红货 跟我有什么关系 别提了 你要是不知道 我都不敢跟你说 你要是知道 我就跟你说了 我觉得胃口大着呢 想在林村那边 来个并驾齐驱呢 他想把海边一线 都弄成别墅 有这么容易拿到地吗 郑辉公司干得正红火 林康辉怎能善罢甘休 如果不出我所料 郑辉公司那边 可能要出大问题 我就找了一个 叫贝兰婷的老外 借帮对方搞外销 实际上是在搞破坏 倒是林康辉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怎么会犯 这么低级的错误 你说明白点 我只是 只负了百分之十的定金 这样那样 倒是面对 那么大一批有机蔬菜 那对林康辉 可是极大的考验 林康辉那个小子 不知天高地厚的 该让他吃点 会长长迹象 雨昕我不跟你说了 给谁打电话呢 一个熟人随便聊聊 你是不是又和那姓 程的黄毛丫头联络呢 我和程雨昕之间 是光明正大的 不像某些人 从鬼鬼祟祟里见不得人 你当着你妈的面 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做过什么鬼鬼祟祟 见不得人的事了 好 据我所知 你和那个姓辈的老外之间 就有些鬼鬼祟祟的 小华 你不要胡乱猜测 认识一个老外 有什么稀奇的 妈 不是七年所见 我也不敢相信 这里面有什么名堂 可事实上 一个阴谋正在慢慢地生长 到时候我们死对头林康辉 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红卫 你是不是背着我 真干了什么坏事了 姐 我对天发誓 林康辉死活 跟我二十肝子都打不着 妈 既然我就不认账 我可以收回我刚才的话 没有别的事我就先走了 红卫 你姐夫经伤几十年 虽在伤严厉 可也算是光明磊落 如果你用不正当的方式 来打压对手 毁了桓达的声誉 可就让我太失望了 姐 我跟老辈绝对没有关系 你弟弟我是那种人吗 康辉 我怎么看你瘦了一圈啊 是吗 还好吧 好 我这加班熬夜 忘了跟你说了 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老辈啊 跟我们这儿下了个大订单 现在所有人都在公司里加班 对了 明天啊 我和蔡明镇还要到村子里 去组织生产呢 你说的那个老辈 是不是叫辈什么亭那个 对 就是他 蔡明镇还不相信人家 人家一大订单下来 他没话可说了 其实我对那个老辈 好像有所耳闻 我觉得他下这个订单 好像有点蹊跷吧 什么意思啊 明镇跟我说订单出问题了 明镇 你说订单出了问题 到底怎么回事啊 根本找不到那家伙 只要对方不把第二期款打过来 我们就不敢发货 那几千亩的有机菜怎么办呢 见鬼了真是 小姐你还有没有 被兰婷的其他电话 我打他加拿大的电话 他设了语音件 没人接通 这人怎么突然就消失了 你说找不着他不就等于把咱们给毁了吗 这下你知道贝兰婷什么德性了吧 还跟人家合作呢 我看他根本就是有预谋的 我之前跟他签的合同 人家可是按时付款的 这次是你们两个亲自出马谈的合同 能怪我真上吗 好了好了 大家谁也别怪谁了 还是先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吧 要按常理他已经交了百分之十的定金了 他怎么可能就突然消失了 这样对他来说也有损失啊 我还真是不理解 哥 我有个情况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们说 什么情况啊 有话赶快说好不好 我听雨昕姐说 老辈好像认识刘洪威 对了 那这就对了嘛 一定又是这家伙在幕后搞鬼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啊你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小杰 你先听我说啊 你赶紧给雨昕打个电话 再核实一下这个事情是否属实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只有报警了 再有 我们现在最关键的就是 怎么想办法 把我们这几千亩的有机蔬菜的损失 降到最低 对外面还是先什么都不要说 我们自己内部想办法解决算了 只能这样了 雨昕你看 咱们培育的十株肿苗 有七株已经发芽了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出苗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十 对 但是还要观察一段时间 这是咱们种业基地 自己培育的第一批肿苗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啊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现在就可以加快进行育苗 争取扩大规模 那是 这给了我们很大信心 接下来我们可以再上五个品种的实验 如果成功 那就等于打破同类进口种子 在国内种业市场的垄断 雨昕说的对 我们无论如何 都要争取把这批种苗培育出来 那么年内就可以市种起来 通过滚雪球那样 如期去培植 不出两年 种业基地就能名副其实了 那太好了 雨昕 吹莹小五 你们的任务可艰巨了 越有压力 才越有动力嘛 对 年轻人说得好 林总 我们能进去吗 凭什么不让咱们进啊 你是不知道 现在政府官员最讨厌的 就是推销产品的 你我都是属于不受欢迎的人 你们找谁啊 我们想找一下 你们这个贸易洽谈会的负责人 我就是啊 有什么事说吧 我是振辉现代农业公司的 这是我的名片 我叫林康辉 我们呢 想让你们这儿五湖四海的客人 尝尝我们那儿的有机蔬菜 给你们的贸易洽谈会 做点贡献 对不起啊 我们不接受任何个人 和单位的推销产品 您误会了 我们没有任何的目的 就是想让客人们尝尝我们的蔬菜 保证是绿色污染的 要不这样吧 你们留几块下来 其他的都拉回去 钱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不不不 我们都是免费提供给你们的 一分钱都不要 您看我们林董这么诚心诚意 您就收下吧 那好 我代表会议举办方 谢谢你们 好好好 谢谢啊 贾军 给我回人班 好 谢谢啊 好久没见了 林震 最近忙啥呢 最近跟一个朋友在林错 搞了一个项目 重有机菜 所以没什么时间过来 对了 你们游艇协会 现在好像有火啊 随着经济的发展 玩游艇的人越来越多 还有不少企业散除比赛 咱们协会的日子 比过去好多了 对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打算来参与一下赞助 你是发财了 要送游艇给我 比那更实惠了 我拉了一车有机菜来 都是我们公司自己生产的 来给这边的会员尝一尝 我保证大家吃了我们的菜 会更健康更有活力的 好 那我先替大伙 谢谢你了 不客气 不客气 欢迎孙会长有时间 带着会员们到我们农场 去参观参观 那边是应有尽有的 那如果你们的有机菜 质量上乘 我会考虑定期 向你们订购一些 谢谢 谢谢 那我就欢迎您大家光临了 你们看 成功了 我们进去看着吧 等一下 大家不要激动 必须先做好防范措施 我们才能进去 好 来 这边请 老八专家 你谢 这回咱们依靠自己 培除第一个种苗 往后还有第二个第三个 这条路算是走对了 照您这么说 我们再努力一段时间 就可以大面积种植了 对吗 岂岂可丹 这对我们主业基地来说 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我要向谢先生建议 好好犒劳你们这些功臣 好 好 起来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林董 我没和你们打招呼 就和一家销售公司签了两万斤 有机菜的销售合同 这不是好事吗 好什么好啊 合同不都看两眼 就跟人家签了 你自己看 他跟客户算的是按四斤出售的价格 人家白纸黑字写的是公斤 好了 这下好了 没有利润就不说了 还得赔本呢 我 我主要是看客户 一下子订了那么多的有机菜 我一时冲动 所以才 签合同这么重要的事 你怎么不向林董和蔡总汇报 张家俊 你别听一家做好不好 林董 蔡总 我知道错了 可 行了 事情既然已经出了 别多想了 我跟蔡总再想想办法 你先忙吧 还站着干吗 干活去啊 老八专家 我们的肿苗大鹏已经打算开建了 您提出的那个育苗计划 看来可以提前实现了 这又是个好消息啊 那呀 我可要调整自己的计划 在短期内不回台湾去了 对了 雨昕 谢先生夫妇刚刚回来 他说今天晚上邀请咱俩吃个饭 还说要给咱们庆贺 哎呦 老八专家 那都是您的功劳 应该是我给您庆功才对啊 哪里 哪里 咱们是一个团队 你是领头的 既然谢先生夫妇很有诚意 咱们恭敬不如从命吧 好啊 走吧 见到姑父和雨昕 咱们一定要统一思想 别把话说两叉了 你放心吧 我懂得活活 待会儿会帮你把戏延好的 雨昕 是个内向敏感的孩子 让他忍父亲的事 我心里一直没底 到时候我随机应变吧 老八专家 怎么谢先生会让我们来这儿啊 他不是说让咱们好好放松一下吗 正好 我从来没听见你唱过歌 你好好给我唱一声 我好久没唱歌了 而且有许多新歌我都不会 没事 我就喜欢听老歌 雨昕 到了 家雄 姑父 坐坐坐 坐坐 来坐 快坐 快坐 坐坐坐 雨昕 姑父 你们唱什么歌 我给你们点 我可不会唱什么歌 我可不行 老八专家说 谢先生唱米南歌特别好听 要不你先唱吧 对对对 家雄 你就给我唱一首 唱那个拿手的《见面三分情》 好 那我先抛砖引玉 你们点歌啊 好 我叫这首歌 送给我最尊敬的姑父 还有雨昕小妹 每个人的相识呢 都是一种缘分 希望我们能够 永远去珍惜吧 因为你 是要背心 南亚真 孤无记忍 记忍三分情 不听我 满回的野心 好 好 好 这是屋漏偏风连夜雨啊 你说怎么办 白纸黑字的 上面有我们公司的名字 大小张什么都盖了 想跑都跑不了了 唯一就是认栽 谁让对方在合同上面做了文章呢 不能认栽 认栽我信用不干 我想这个客户本身的行为 就有欺骗的成分在 要是能够让这个合同呢 被认定是无效的话 我们就不必履行 可是怎么能让一份签订的合同不作数呢 好 那我得好好想一想 来 我去拿点资料 来吧 你这是干吗 我研究一下这边的法律啊 看看大陆对无效的合同是怎么界定的 不用费劲了 这个官司我不想打 你不打官司 那你要干吗 就像你说的 认贼 不过之前我得先见你这个客户 不是 我就过去拿了个东西 你怎么态度全变了 合约已经签了 就等于买卖已经成立了 在咱们这个圈里 最注重的就是信誉 所以我想 咱们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吧 就算官司打赢了又怎么样呢 只能会给咱们的声誉 造成很大的影响 你要是这么说 那也只能这么办 不过我先告诉你啊 错过这个时间的话 对方可是要来拉菜的 来 来 来 这首歌是我给雨昕点的 给我点的 来 唱一首 唱一首 我唱不好 你得唱 你说好给我唱一首歌的 就是 就是 来 雨昕 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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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那还是我小时候 常坐在父亲肩头 父亲是儿那灯片的亭 父亲是那拉扯的牛 忘不了送茶淡饭 哦 将我扬养 忘不了一生长叹 白鸡 回家 等我扬养 啊 我扬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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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实在缠不下去了 我从小就没见过我父亲 甚至 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对不起 我有点失态 如果你的亲生父亲 此时能够在你的身边 慈爱地关怀着你 那才是咱们都想要的结果吧 我没那个奢望也不敢祈求 父亲既然不要我也不认我 即使他仍然在这个世上 那要与我何干呢 对不起 我先离开一会儿 雨昕 快 你让我等一下 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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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雨昕 没事 没事 嘉雄 我知道你这都是好意 可是这个事情 还是急不特 姑父 别担心 我相信雨昕 我相信雨昕 会回到您的身边的 好 王经理啊 今天我们请您来呢 是想跟您谈一谈我们公司业务员小李 跟您签了那份两万斤有机蔬菜合同的事情 好啊 当时我们认为你们的菜品质量不错 而且呢价格也合适 所以没仔细看就签了 林总 你是要拒绝与我们合作吗 哪里的话 顾客就是上帝 何况您是我们的大客户 不过有一点 我想声明一下 就是我们公司和外面签的合约 都是公司的统一文本格式 这份合约 却改动过 当时啊 小李拿的是统一的文本 我方确认觉得价格有些偏高 就稍微做了些改动 不过小李当场也没有提出什么意义啊 王经理啊 小李呢 只是刚刚离开校园的年轻人 他哪里懂这些社会上的经验呢 你是指责我们公司有欺诈之嫌啊 有很多蔬菜公司 都向我们推销他们的农产品 我们都没有搭理他们 唯独跟郑辉公司签了这份合约 难道你们还怀疑我们的诚意吗 大家其实都是生意人 这里边的事情呢 也都心知肚明 如果我们真的跟你打官司的话 我相信这份合同会变成无效的 可是我们并不想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您既然选择跟我们合作 不光是因为菜价的问题 应该更看重的是 我们有机蔬菜的质量 没错 我王某人啊 做这行也经历了很多年 唯独对菜品的质量从不马虎 那好吧 既然王经理这么说 也就是说我们双方的意思都算表明了 总之不管这个合约是怎么签订的 我们总算是达成了第一次的合作 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告诉你 这个合同我们会认的 你们答应旅行这份合同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过几天我就派车来临错拉菜 好了 搬过去吧 好 来 放这儿 爸 您来了 康慧啊 我看这公司里几个大学生压力挺大 你们就别指责他们了 刚出校园的学生网 怎么也得让他们慢慢地 适应这个社会吧 您放心吧 我根本没有抱怨他们 现在损失已经造成了 唯一的办法 就是赶紧把菜卖出去 这就对了 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 上次我们合作过的那个何温光 要不跟他联络一下 来不及了 等眼下的事处理好了 再跟他联系 那看来我还得去找别的门路 是啊 对了 等一会儿我得去村口看看 听说那个王经理过来拉菜了 我也去 你们真想做这个赔本的买卖啊 这王经理也太黑心了 我就没见过 这么占便宜的人 你说他这个 爸 您就别发牢骚了 我们已经答应卖给人家了 现在是合作的对象 好卖好卖 我先走了 走 妹 只有你对我最好了 这是我一点心意 甚至城里的女孩 都喜欢这个款式 你穿上一定会很好看的 这衣服真好看 一定很贵吧 不贵 没多少钱 难得你喜欢吗 说实在 你经常给我送饭 又把我抗红抢血 这份心意 能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你家远在澎湖 我这样关心你是应该的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各位 这段时间实在是辛苦大家了 不过经过这半个月的销售 我们的业绩不是很明显 所以我打算调整一下我们销售的策略 明镇 你继续带小李 还有家俊跑陆江的市场 我打算和殷琪去趟上海 看看老何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出路 你们放心去吧 这边我会盯紧的 你再打一个电话吧 嗯 好 拿过去吧 好 好 下一位 哎 康辉 你怎么来了 我是特地来上海找你啊 够忙的呀你 连手机都不接啊 这里太吵 根本就听不见 怎么样 这生意做得好吗 还行吧 我手上有一些客户 就是让他们把价格压得太低 哎 你们来 是不是给我带货员来了 嗯 算你说对了一半 哎 你有没有考虑过 把我们批发有机菜 把你这生意提高一个档次 我们董事长说了 您和他圣死兄弟 要把最好的东西放在您这儿卖 行吧 就别抬举我了 就别抬举我了 跟你们说吧 嗯 现在就连这么新鲜的黄瓜 一块二一斤都有人跟我讨价还价半天 要是把有机菜往这儿一搁 哪卖得出去啊 你傻呀 搞分级销售啊 愿意吃普通菜的买普通菜 愿意吃高档菜的就买高档菜 一定会有不同的消费群的 嗯 说的也是 消费水平决定消费商品 我这儿对象都是普通消费者 高级消费者都去进口超市买了 嗯 说的有道理 有机菜销售不会有问题吧 问题大着呢 你也别担心 车到山前必有路 上海的市场那么大 我想一定会有出路的 你可以去跑几个大超市 接触一些老外和白领 看看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诉求 如果抓住这个群体 推行会员制直销 那也许是个不错的路子 哼 可是这么大的团队 我上来找这些人啊 哎 你原来搞海鲜的老班底不是在吗 如果能把他们 重新集合起来不就好办了 我得好好感谢你 连这样的办法都替我消好了 谢谢您 于心 那你怎么谢我呢 两斤西红柿要三十块啊 有人买吗 哦 柠檬的材料 哦 来吧 看这个 我喜欢 没想到这么贵 他们都买了 老外有钱呢 帮我分享 您好 请问一下 你们每天都吃有机蔬菜吗 哦 抱歉 你每天都吃有机蔬菜吗 当然 它们觉得非常好 那你们觉得贵吗 嗯 你觉得这个价格比 有机蔬菜可以使人更健康 所以他们也可多换一点 也要买有机蔬菜 好 谢谢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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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喂 你们俩一电话了 喂 老妈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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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跟你讲啊 我现在正在开船 好好好 先这样 拜拜 哎呀 丑死了 丑死了 蔡明镇 你要走桃花运了 对不对 你妈在台湾给你找个宝姑娘 那不正合你意吗 你在说什么呀 我都已经说过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我哪里会管别人怎么样 你以为我真的会听我妈的去相亲呢 我才不要 你妈给你判断期 你敢反对吗 你摸摸你自己的心问一问 我到底对你怎么样 你还不清楚吗 相信你又怎么样 咱们两家的家长都那么地反对 我都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了 没关系 那我们就赶快把生理煮成熟饭 我看到时候谁还敢拆散咱们 再开快点 好 怎么样 因为国内质品安全经常出问题 我们的孩子又都太小了 所以对吃得特别头痛 就转到这儿来买一些进口的蔬菜 这也对 你们的理念非常好 但是我想知道上海到底有多少这样的群体 这个不太清楚 应该挺多的吧 我很多同事都爱吃有机蔬菜 这多少也是受了一些老外的影响吧 我们公司就是生产有机蔬菜的 产品出口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 那儿的老外都很喜欢 我想问一下 如果上海很快就会出现一个 有机蔬菜的配送机构 可以随时送菜上门 你们是否会接受 那当然好 像我们夫妻俩每天工作都那么忙 要是有这种配送服务 那再好不过了 不瞒你说 我们公司一旦完成市场考察 很快就会在当地设立有机蔬菜的配送机构 到时候呢 希望你们能够成为第一批会员 好 这就是你曾经风光过的发想地啊 是啊 小张 林哥 你怎么来上海啊 也不给我打电话 我就是想来看看 怎么样 最近店里的生意好吗 还行吧 比你赛的时候差不多了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能有什么打算 现在找工作进步容易的 咱们以前的那些兄弟你还有联系吗 有啊 有时候我们还会一起聚聚 是吗 那你帮我把他们约出来 晚上我请你们一块吃饭 好嘞 他们要知道你来上海 不知道有多高兴啊 没想到 比人约还挺好的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我现在的助手 刘英奇 你好 你好 我是小张 那行 晚上六点半 老地方 不见不散 好嘞 今天请大家来呢 一个就是咱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我很想念你们 咱们聚一聚 再有一个就是 我和何老板有一个商业计划 想请大家加入 林老板 又有什么大动作 就是我要杀回上海了 林大哥 我们早就等着你回来了 打工这两年 换了好几个老板 就是没有一个对我好的 老大 你快跟我们说说 是什么内容啊 简单说呢 就是我们打算在上海 成立一个有机蔬菜的配送机构 专门面对中高端客户 而且一路要会员制 按照他们的需要配送蔬菜 老大 这个我恐怕干不了 我就是一买海鲜的 平常又不跟那些有钱人打交道 你说你干了这么多年的主管 你脑子里那些客户 随便扒拉出来个一二十个的 这难吗 照这么说 我还有门 各位都是跟康辉摸爬滚打的兄弟姐妹 这次他一回来就想到大家 咱们应该跟着他好好干一把 成蒙 林大哥 何大哥 这么信任我们 我是决定跟着二位了 这个说不准啊 哪天我们把这个有机蔬菜 推销到市长家里去呢 行 你们有这个决心 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我曾经承诺过 要让你们在上海 风风光光地活着 咱们大家为了这个目标 一起努力 来 我敬你们 来 来 来 干 干杯 干杯 小熊 你带我去见见明镇 我要让她跟我回台湾相亲 姑妈 跟你说实话吧 明镇在大陆有女朋友了 那姑娘还挺不错的 你见过之后 就会改变看法的 跟大陆妹谈恋爱 我不同意 一万个不同意 台北的姑娘多好 各方面都好 家庭条件没得说 人长得又漂亮 要不是介绍人有面子 早没那茬了 姑妈 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大陆 明天我自己开车 带你到处转转好不好 不去 我没心情 明天我就带明镇回去 这回 说什么也不能 由着她的性子了 我这脖子好疼啊 转不过来了 我怎么全身发冷啊 这是典型的风寒症状 你先喝点水 等会儿我让护士来给你抽血 等结果出来后再用药 大夫 我这病会很快好吗 这得根据你的治疗情况 才能做出判断 你先休息一下吧 谢谢 瑞兰 我不想住院 我要回去 你让我回去吧 姑妈 你受了风寒 一定要在这儿治疗的 医生不是说了吗 好好治疗 不然会落下病根的 我想回台湾去 不行啊 这家医院的环境 不是挺好的吗 你就安心在这儿治疗吧 既来之 责安之啊 我跟你讲啊 这个事情很重要啊 有鸡菜销售有门 也不用把我拉出来说啊 我妈来这里了 哦 我知道了 肯定是带你去相亲的 那你去吧 不不不 不是 不是 她现在住院了 我们去看看她吧 我 我也去啊 嗯 可我觉得不太好吧 你妈说不准把我骂出来呢 她骂你干嘛 我打算带你去见她 然后跟她说 我这辈子非你不娶了 那 可是我觉得我 我这么早去见她 会不会太唐突了 哎 我知道您生病 我不该说这些 但是话说回来您也真是的 谁让您大老远跑过来啊 好 你可没良心的 妈这不都是为了你吗 我都跟您说了好几次了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您就不要再为我操心了嘛 不行 敏震啊 你要为自己多想想 你身上背了一大堆的债 我问你 那个姑娘 她能替你还上吗 您说的这什么话呀 我自己背的债 怎么会让别人替我还呢 妈实话告诉你 这次给你介绍的这个女孩 她爸爸是个富商 你要是娶了她 你身上背的债 不就小菜一碟了吗 哎 我怎么这么说 你都听不懂呢 你就非得逼我去跟别人在一起 我真的去跟别人在一起 那以后不幸福我该怎么办呢 我不听你多拉记者 你马上给我回台湾相亲去 妈 你这是干嘛呀 你这个不孝的孩子 你想气死我是不是 你这臭小子 你这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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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